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Shiro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要来和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界发生的新闻大小事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便收购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首先要来和玩家们聊一下索尼的新闻 索尼在上个星期就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 他们在7月9日的时候 在推特上传了一部30秒的PS5电视广告 但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到了广告中 PS5横向放置的方式倒反了 正常来说放入光碟的方式 应该是在底部而不是顶部 但是广告中的PS5光碟方向却是朝上 这让玩家们都感到非常疑惑 甚至纷纷嘲笑索尼不会使用自家产品 而索尼在被网友发现之后 就将这一部广告给删除 真的是一大乌龙啊 而PS5最近也有着不少的话题 先是游戏最近掀起的导演剪辑版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开始有PS4的游戏 以导演剪辑版再次登陆在了PS4、PS5的平台上 除了增加一些新画面以外 还会在游戏中增加一些新内容 但是这也开始引起了玩家们的争议 先是对马战鬼遭殃 他们不久前推出了全新的导演剪辑版 并且提供旧玩家们升级至该版本 但是他们却以收费的方式让玩家们升级 PS4升级至导演剪辑版需要20美金 而从PS4直接升级至PS5的话 就需要付30美金 这让玩家都感到非常不满 纷纷在推特谩骂开发团队 当然还是有部分是支持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新增内容的话 其实也可以看到导演剪辑版 这次增加了全新的岛屿 Ikishoto和全新的故事 说实话 其实就是一个大型DLC 收费是正常的 此外 小岛秀夫的死亡隔浅 同样也是在PS5推出了导演剪辑版 而引起了争议 不少玩家质疑了小岛秀夫 原版的死亡隔浅是不是不完整了 而小岛秀夫日前也在推特发文表示了 他并不喜欢导演剪辑版这个名称 并且说出了导演剪辑版的意义 在电影圈中导演基本上是没有剪辑权的 很多时候投资方为了不让电影时长太久 会在非导演意愿的情况下 选择了删除片段 正义联盟就是最好的例子 找到多处删解的电影版 让不少影迷们批评 就连导演本身都被影迷质疑他的能力 所以今年导演决定放出导演剪辑版的查克什奈德之 正义联盟 才得以挽回颜面 而小岛秀夫则认为 这次的死亡隔浅并不是所谓的导演剪辑版 因为之前推出的死亡隔浅已经是很完整了 只是这一次会额外添加内容而已 很明显的 小岛秀夫本人也不知道 索尼会以导演剪辑版的名称贩卖 也对此并不感到满意 不过 在这里还是要嘲讽一下小岛秀夫 你在游戏中怂恿玩家不杀人 结果在新版本推出一堆的枪 甚至还有机关枪 是怎么一回事 另一则新闻则是来自乌克兰 不久前乌克兰安全局 捉获了一个地下加密货币的矿场 原因是因为矿场员工 偷偷接入了城市的电网偷电挖矿 导致被发现 有趣的是 当警方搜查矿场的时候 发现到了矿场内除了有500张显卡 和50个处理器以外 还有着高达3800部PS4游戏机 并且还排列得相当的整齐 这让游戏圈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因为PS4挖矿性能没有电脑显卡来得好 是很久之前玩家都在说的 而且3800部PS4挖矿是真的很夸张 绝对是挖矿界历史性的一刻 上个星期任天堂就无预警地推出了 全新白色的Nintendo Switch OLED 但是这一次的OLED版本 却和之前所说的Pro版本有所不同 除了荧幕变成了OLED以外 尺寸也从6.2寸升级到了7寸 内部储存也提升到了64GB 支架也变得可以自己调整角度 但是游戏画质却和原本的Nintendo Switch一样 只能接收到720p的画质 切换夹击模式也只有1080p和64fps 甚至GPU和CPU的处理器 遥控器都是同样的 并没有有所提升 这让部分玩家对此感到不满 但更多人看到的 是全新的白色Nintendo Switch 真的是超级漂亮 至于玩家们你们对于这个 Nintendo Switch OLED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另一则新闻来自我们的Ubisoft Ubisoft在前日也宣布了刺客教条无线的开发项目 并且会由两家Ubisoft分布联手开发 目前还在早期开发的阶段 有趣的是 有媒体记者爆料了 这部刺客教条无线是一个大规模服务型平台 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的进化和改变 甚至还会涉及到了非常多不同历史的背景故事 并且会在之后一直不断的更新 难道Ubisoft要和异成余生一样 创造出一个四个教条MMORPG的游戏吗 而Ubisoft另一款游戏 Mind & Magic X Legacy 也发生了事故 这款由Ubisoft于2014年发行的游戏 在不久之前宣布了将会关闭线上服务 原因是想要节约服务器的资源 但是在关闭了服务器之后 这款游戏却因为DRM加密系统失效 而导致整个游戏不能游玩 但是 Ubisoft并没有选择修复游戏 反而直接选择从Steam下架 阻止新玩家的加入 而老玩家还是一样无法游玩该游戏 这让很多老玩家纷纷感到不服气 灌爆了游戏的负贫 对于这种事情来说 Ubisoft这种举动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玩家们你们又觉得呢 接下来要和你们说一下 一些国家和游戏的新闻 首先是中国的腾讯公司 腾讯游戏在上个星期 表示为了解决未成年冒用成年人的身份 在晚上偷偷打游戏的问题 决定采用了零点寻航的功能 这项功能是为了针对晚上游玩时间过长 或者是实名为成年人的账号做检测 主要是要进行人脸重点筛查 凡是那些拒绝 或者是未通过人脸验证的玩家 一律都被当成未成年强制下线 这真的是绝了 此外 上个月发行的高低gear系列新作 也因为游戏的世界观内容提到了西藏 新疆 台湾等独立性话题 引起了中国玩家的不满 事后官方也在最新更新中 悄悄改掉了这些内容 但很快就被网友发现 弯弯没想到 这次更改之后 却遭到了欧美玩家的批评 最终在无奈之下选择恢复回原本的叙述版本 开发团队表示 不容易吗 而韩国方面也发生了让玩家们大跌眼镜的事情 Minecraft最初在韩国是一款平级为12家的游戏 但是最近微软却突然通知韩国用户 必须要使用Xbox Live账户 并且确保年龄49岁以上才能登录游戏 这瞬间让韩国玩家都感到措手不及 目前也已经有1.9万韩国用户 反对政府的灰姑娘法 所谓灰姑娘法 其实就是韩国政府对青少年半夜上网打游戏 所设计出来的法案 所以并不是因为Minecraft过于色情还是暴力 而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沉浸在Minecraft世界中 而就在不久前 一名印度尼西亚部长呼吁了政府封禁Fortnite 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玩家用创造模式 还原了穆斯林的圣地近似 并且表示游戏会提供玩家们破坏该结构 从而获得升级和新武器 而Epic Games也出来反驳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该结构无法被玩家们破坏 在一件事情沿上之后 影片下方都聚集了各国的玩家 有一些人责备 有一些人则担心该玩家的安危 建议他删除该影片 但更希望的是政府会明白其中的误会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穆斯林的玩家在游玩Fortnite的 玩家们你们觉得呢? 上个星期Apex就遭到了骇客大规模入侵 但是并不是遭到了恶意入侵 而是因为想要拯救泰坦陨落这款游戏而选择骇入Apex伺服器 并且发起了Safe Titan 4的求救活动 Titan 4可以说是Apex的前身 也是一代神作 只是可惜因为长期经营不佳 导致游戏越来越衰弱 而这一次骇客的入侵 则是希望重生娱乐可以重视泰坦陨落的伺服器 近日重生娱乐的社群总监也发推特 吐槽骇客的举动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反而增加了开发团队的工作量 并且向玩家保证团队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在寻找 反DDoS攻击和反作弊的方法 可悲的是 重生娱乐的社群协调源 透露了重生娱乐并还没有放弃泰坦陨落的玩家社群 还留了一两个人继续在这款游戏项目 其他人则投入到了Apex Legends中 这一消息并没有让泰坦陨落的玩家感到开心 反而让他们感到非常伤心 最后就来和你们速报一下游戏的新闻 知名实况主Azman Go 在上个星期正式开始实况游玩最终幻想14 并且达到了22万人同时观看的记录 创下了他自己最高的记录 但是这件事情也迎来了暴雪娱乐产品经理 在推特调侃道 Azman Go是一个混蛋的字样 这让社群引发了争议 很多Azman Go的粉丝纷纷攻击该经理 因为Azman Go已经游玩魔兽世界将近4年的时间了 认为暴雪不应该选择这样批评他 而Azman Go也表示不想要有太多的drama 还表示自己也很常喷他们垃圾话 希望他的粉丝不要再去骂那位经理 有趣的是 Azman Go在一次直播最终幻想的时候 遭到了玩家Stream Sniping 利用大型坐骑和特效挡在了Azman Go的画面 兰州动物福利组织 并且还开启了捐款区道 邀请玩家们一同参与 而最近网络拍卖场出现了一个打破纪录的成交案 就是这个未裁缝的N64游戏 马利欧64卡带 这张卡带因为保存的相当的好 产品评估的网站也给出了9.8++的高分 在拍卖场以156万美金的高价成功拍卖 这让很多玩家都感到惊讶万分 纷纷开始保存自己的游戏 并且照顾得漂漂亮亮 准备好在30年后拍卖出去 最后就来和玩家们分享一下 4家的游戏审判之事 不久前一位日本娱乐圈的人士 表示了这一次的审判之事 将会有可能是最后一部的作品 原因是因为世家和杰尼斯事务所 在关于游戏登录平台的方面 无法达到一致 杰尼斯事务所主要是不赞同游戏登录在Steam平台 而世家则认为PC将会帮助游戏业绩成长 也因此如果一致无法达到一致的话 很有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合作 那么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收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希肉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